上一期呢 我们介绍了北部出名的白咖啡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南部代表的咖啡公司 我先暂时把它的招牌遮起来 当视频完了之后 我才打开给你们看 到底这一家是哪里一个厂家 包装呢稍微比较整洁干净 看起来比较大方的感觉 令我最意外的呢 它竟然有放这个 One Way Valve 什么是 One Way Valve呢 就是只让包装内的空气出来 不让外面的空气进去 为什么咖啡的包装上面 会有这个 One Way Valve呢 咖啡会吐二氧化碳 当咖啡都吐很多气的时候 包装到一个程度 它肯定会爆开 我相信这个厂家 它的咖啡含量就是蛮多的 所以它才会投资这个 One Way Valve 来防止咖啡包装裂开 旁边是没有东西的 它很好的写明里面的 ingredients 咖啡豆 糖 mangerine 还有盐 然后呢它没有写 technical specs 就是说 facts啊 collectual啊 糖分啊 这些的technical specs 它就没有在里面注明 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到 这边它有tex up 有ice all 有mesty 有hala 有bata malaysia 还有 superblax有效期呢 是5月2026年 然后 哪一包它是900克的 这个包装 是 完全 密封 没有开过的 看一下 它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900克的内容 然后 我们再验证一下 咖啡质量 我们已经归零 然后 我们把 咖啡 倒进去 咖啡袋已经清空 接近 接近 900克 我们再来看看 咖啡里面 除了刚才在包装上面写的 咖啡豆 盐 植物油 糖 之余呢 有没有其他的杂物 南洋咖啡里面找到 有iso 有hatsup 有musty 有hatsup 都齐全的咖啡参加 基本上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是很少见的 依照这样子来看呢 这个咖啡粉呢 暂时我们没有看到 白白一点一点的白点 所以 从视角上来看 它应该不是一个白咖啡 是属于一个黑咖啡 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偏黄的一些物体 例如说这个 它是颜色比较偏黄的 里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偏黄的 在这里 看上去呢 就有点像玉米的感觉 又好像像这些 豆类的 感觉的 因为咖啡豆一般上 不会有这种 非常浅的颜色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说 咖啡粉的大小均匀度 大颗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么大颗 小颗的呢 我们可以细到好像我 纸尖上面这么小颗的 所以这个咖啡 磨细的均匀度 基本上也不是非常的均匀 一样 今天我们将称一个300克 然后 我们金鸡拉出来 看一下味道是怎么样的 因为大小不均匀的关系 今天我将金鸡做一个二次的打磨 当我们打磨过后呢 我们大小的平均度 就可以比较有效的 把咖啡的味道 去取出来 一样现在我们进鸡拉 常规操作 我们先把滤子过一轮热水 然后把300克的咖啡粉 倒进漏斗 把咖啡粉拍起 然后我们进鸡拉 每一次呢 当我用咖啡机来测试咖啡粉的时候 我都会用1700的净水 和300克的咖啡粉 当然我们知道南洋咖啡粉里面 有四大原材料 就是咖啡豆 糖 植物油 和盐 四个原材料里面 有三个溶解物 只有咖啡粉 咖啡豆 是不溶解物 而溶解物呢 会随着水排出来 所以当我用煎气的水 用一样300克的咖啡粉 醉取之后 出来的水量多少 我就可以大概估计 今天咖啡厂家 用着多少的咖啡含量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看 醉取之后的水量是多少 每一次试味道 用咖啡机 是最好的工具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没有用传统的充饭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把人的手艺 人的技术 放在咖啡里面做衡量 而咖啡机呢 我们把水量 水素 水温水流都设定好的时候呢 不一样咖啡厂家的粉 我们用同一个方法充出来 我们就知道哪里的厂家的味道 比较有优势 比较耐重 可以追取更多的咖啡成分 现在我们看到咖啡精逼碗 今天我们看到的水量 是在 底350 所以呢 今天我们给了它 1700的水 300克的咖啡粉 它吸了350的水 证明说 它的咖啡含量 是非常高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整个绿植都非常干 一样 我们将会 把它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封干 过后我们称一称 它的不溶解物 到底有多少 两个星期已经过去 今天这个咖啡粉已经干透 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的不溶解物 到底有多少 和咖啡萃取过后 里面我们才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今天这个咖啡粉 是我们之前 净300克 然后用浅气的水 碎了之后 我们把它完全弄干 里面的不溶解物的重量 当然溶解物会随着我们的萃取 已经随着水 掉进去咖啡水里面了 所以我们看一看 现在300克 剩下 180克的不溶解物 所以呢 它的咖啡含量 比我们上一期做的更高 现在 我们就把咖啡粉倒出来 看一看 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些纸碎呢 是我们 这个纸碎干了之后的 碎来的 不是咖啡粉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把它剪出来 然后 我们再摊开来看 看看 咖啡粉里面 会有什么物体 因为经过一个二次的打磨 基本上 我们看到的物体 都蛮均匀的 然后 颜色还是蛮黑的 而我们之前看到一些 黄黄色的物体 今天我们萃取之后呢 再也看不见 这一些黄黄色的东西了 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 试一试 咖啡的味道 所以呢 我们看 咖啡的萃取 有曾经一个点 因为咖啡粉吸水 所以它膨胀到 上面的这个点 然后 咖啡水 再流回下去 所以咖啡含量 咖啡豆越多的 南洋咖啡粉 它越会细水 越会膨胀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我们如何用咖啡机去检验 咖啡粉质量的方法 来 我们先试一个 我可以在这个 咖啡咖啡 咖啡咖啡 里面呢 这个是一个黑咖啡 这个是一个黑咖啡 我们用300克的咖啡粉 然后 出1350的水 接近一个 1对 4.5的 Ratio 这个的颜色 其实是 蛮不错的 天黑巧克力色 OK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味道 这个咖啡的清香跟回甘味 会比较重 但是 如果 是一些比较老式的茶室 要那种黑黑 高高 浓浓的 或许 这样的咖啡 比较不适合 而 如果您主打的是一些 cafe 宾室 针对一些年轻人的市场 我觉得 这个咖啡是蛮不错 可以推荐的 炒南洋咖啡粉 这个工艺呢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行业 所以呢 很难会有一个SOP 或者是控管 如何把品质做好 有ISO Hazzup Musty Parla的厂家 是我非常建议去拿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有这些certification 帮我们做了一罐的把控 所以出来的品质呢 怎么样跑得好 都是会有特定的水准的 有了稳定和高质量的咖啡粉 当然 我们要配搭上 稳定的充足方法 才能够稳定和高质量的 把咖啡输出给顾客 今天 如果您在面对着人手的问题 或者是冲咖啡 总是面对稳定性的问题 一定要过来 看看我身后的南洋咖啡集 喜欢这一款咖啡粉的朋友们 它 就是